我们都知道发动一场战争 无论它是出于正义还是邪恶 一定得符合一个规律 就是师出有名 因为战争的目的是征服对方 而不是消灭对方 哪怕你喊出的口号是自己骗自己 也要把这个口号吹嘘的天经地义 义正言辞 而世界历史上 把自欺欺人这种境界 运用极致的非大和民族莫属了 大家肯定都听过所谓的大东亚共农圈 二战时期 日本人靠着这句强大的自我意义 来陶醉哄骗自己 强行践行了一句中国老话 贪心不足 蛇吞象 当然 如果你要把这头象来指中国 你就小看日本这条蛇的野心了 按照1940年日本建立的东亚新秩序蓝图来看 这头象指的并不是中国 而是整个亚洲地区 大家好 我是真实君 1940年 此时的日本人有些膨胀 因为他们刚刚打下了半个中国 中原地区的几个重大省份 和长江黄河流域的沿线中大型城市 也都尽数沦陷 占领了这些地方 就代表着拥有了这些地方的经济税收权 资源矿产权 对于日本这样一个资源小国来说 无异于毁了一口老血 但同时 日本人也有点膨胀过头了 中国战场上 国民政府在几次大型会战后 被赶到了四川的山高沟里 其他一些抗日武装也不敢出来证明硬刚 于是 不满于此的日本 便在1940年的9月 与西线的德国 意大利结成了军事同盟 分别为自己勾画出了不同的二战蓝图 即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 东条阴基的东亚新秩序 清华战争便是这个东亚新秩序中的一部分 而日本为了美化这个所谓东亚新秩序 就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大东亚共荣权 以此来将自己的侵略行为进行美化包装 在越南缅甸战场上 他们会举着枪告诉当地的老百姓 我们是来拯救你们不被美国白人所奴役 以建立属于我们亚洲人自己的民主自由而来的 而在中国战场上 他们则会一边刨坑一边说 我们是同种同文的兄弟 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 去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 面对那些顺从的人 会被视为拥护大东亚共荣圈的良民 反之则是暴民 那这个圈到底有多大呢 请看这张图 东起太平洋的夏威夷群岛 西至印度巴基斯坦 北到西伯利亚 南至整个澳大利亚 这便是当时日本人所设想的 大东亚共荣圈的全部范围 包含了整个亚洲 甚至延伸到了欧洲及美洲 在这个版图之下 就连太平洋都成为了几管辖地的内海 面对如此巨大的一盘棋 日本人究竟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行 我们翻开日本的近代史不难发现 自1868年明治天皇崛起统一日本后 展开了明治维新的改革 让日本从农业国加速走向了工业国后 其发展如同开了寡议 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 就打败了当时世界排行第六的海军 清朝北洋舰队 要知道1853年以前的日本 还是一个人口不足清朝十分之一的农业国 这样胜利搁谁头上都顶不住 更别说一直以来都信奉中国为天朝上国的日本了 伴随着自身的强大 加上常年不满足弹丸之地的国土禁锢 再加上看到英法等西方列强在世界上到处殖民侵略 自己这颗侵略的心也开始寂寞难耐 蠢蠢欲统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随后由战胜国举行的巴黎和会 与华盛顿会议确立了凡尔塞华盛顿体系 简单理解 就是大家打赢了仗开始分利益 这个体系把世界进行重新瓜分 日本在此期间与西方列强进入深入合作 大力发展自己 也是在那之后便逐步开始了 从日本本土向世界的扩张之路 截止到1940年 日本提出东亚新秩序这个概念时 它已经占领了东南亚几乎全部国家 即几乎半个中国 并在东北建立了维满政权 还有朝鲜半岛等部分岛屿 从这个视角来看 他立完成这个新秩序 似乎只剩下了中国这块硬骨头 加之自己利用伪政权进行殖民统治这一套组合权 让他提前尝到了未来大帝国统治的快感 野心加剧膨胀 然而统治这么一大块版图所需要的战争机器 也是庞大的 要运转这个机器就必然需要能源维持 日本本土肯定无法满足 所以必须进行扩张来进行掠夺侵略 所谓的大东亚共农圈 其实就是以东亚共存共荣为幌子 建立政治上以日本为主宰的一种侵略行为 其目的就是垄断共农圈内的资源和市场 利用这块地域的资源建立军事战略基地 以此确立日本的统治权 所以无论用什么漂亮的词句来修饰 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侵略 再者便是解决日本经济困难的现状 以维持不断扩大战争的需要 所以你要问日本人 为什么敢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想法 让我来回答就只有一句话 即报复后的夜郎自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真水君 这叫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 交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